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最高的点 别老是自己在下研究 当你熟悉了整个外链的流程 你就可以外包给国外的兼职去操作 在upwork或者菲律宾的兼职网站 大把这样的兼职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孟加拉等英文母语的国家人力成本更是便宜的不行 要知道现在国内的人力成本其实已经不低了 别让自己花太多时间在收益率低的事情上 要更快地实现商业效率 买外链 对就是这么直接 这就和我以前玩游戏一样 之前为了少花钱就辛苦游戏副本搬砖 搬了大半个月才能买一套时装 而当时我的大学朋友选择跑去麦当劳做兼职 几天的劳动费用就足够买一套时装 当时这么一对比 真的觉得自己在糟蹋自己的时间 其实对我一个做了十年Google SEO的人来说 我会觉得SEO够用就好 你在研究的深一点也不会有很明显的增长 因为SEO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方式去优化 并不会因为你的SEO技术有多优秀 就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出效果 想要通过SEO技术实现复利 就不要太不把自己的时间当回事 别忘了 你学习SEO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总结 SEO技术最终还是需要依附到产品上 作为生产力不断地为用户创造价值 这样你才能让你通过技术来获得复利的效益 如果你是学生或者打工的 可以业余时间思考下Affiliate如何做 每天花个一小时学习和实操 作为一种长线投资 比你学习什么理财知识靠谱的多 在没有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去学习理财 收益率还没有你去找一份兼职赚的多 如果你是老板 可以花一点心思在SEO项目的投资上 小额长线的投资等 把握好SEO的节奏和策略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明显的变化 我 Ignoran的观众 杨师账 我的题目 我的题目